歡迎收看週末生喉嚨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韓國瑜一句台灣沒軍法 惹毛了蔡英文總統 要他把話收回去 韓國瑜再嗆收回娘胎去 反擊蔡英文沒有當過兵 蔡英文秒回說韓國瑜又說錯話了 只是奇怪 明明這是幾天前的事 為什麼到今天才拿來戰 難不成這蔡英文想要蹭韓流 來轉移民調分裂說的焦點嗎 說到這 的確關於英德之爭 蔡英文說擔心民調會讓民進黨分裂 而且還說比民調的話 我蔡英文絕對不會輸 尷尬了 但最近每次的民調蔡英文都輸 究竟蔡英文是怕分裂還是怕初選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國民黨立委王玉銘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唐惠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大家好 以及退役陸軍少將于北辰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高雄市議員黃紹婷 前惠好 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佔什麼 佔台灣到底有沒有軍閥 時間要推回4月18號 當時剛好市長韓國瑜 在美國的時候 他和退休大使愛江山會面 當時他就告訴愛江山說 台灣即使把這國防預算加在高 陸海空三軍軍閥都沒有的時候 就是沒有戰鬥力的 他說 他譬喻 就像是太監穿西裝 即使穿上Armani西裝 他還是太監 所以我們現在買再多的武器 沒有軍閥就等於沒有戰鬥力 這話已經說了兩天了 兩天之後的蔡英文總統突然暴怒 他說身為三軍統帥 我要告訴曾經是職業軍人的韓市長 把這句話收回去 他說因為我們還是有軍法官 平時司法制度在處理軍隊的事情 好 那麼韓國瑜也立刻回應說 他當時是用比喻 他說我當過兵 怎麼會不知道軍隊 軍法 軍隊戰鬥力的重要 強調是軍隊的戰鬥力重要 然後還有反槍 蔡英文總統還沒有當過兵 沒有 蔡英文描迴 什麼時候動作這麼快了 他說他又講錯話了 有沒有當過兵 跟國軍有沒有戰力 這是兩回事 再一次要韓市長收回這句話 好 那麼韓市長說 我們陸海空三軍 現在連法律刑法通通都沒有 請問一下這個軍隊要怎麼作戰 他叫我收回去 我再把他收回 我都快要收回娘胎去了 好 所以剛剛又回到 我們在外界聯想說 為什麼蔡英文在今天挑起這件事情 很多人開始說 你蔡英文是不是要針對 你所謂的民調分裂論之後 很多人覺得你蔡英文失言了 你想要來轉移焦點嗎 這個部分我們稍後來討論 我們先就台灣到底有沒有軍法 韓國瑜到底有沒有說錯話 當時大家記不記得 紅中秋事件 其實鬧得沸沸揚揚 然後很多人上街頭 那時候他一個主訴求就是說 要修這個軍事審判法 他等於把這個平常時期的 軍人犯的一些罪 通通都移交到這個司法機關來審理 但是暫時就回復到 整個軍事審判法 所以你如果要說 講得很嚴謹的話 台灣現在還是有軍事審判法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是平常時期 所以都不適用軍事審判法 所有現在現役軍人犯的罪 一律都移到司法機關來處理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應該才是比較精準 但是我聽完了這個兩兆這樣子 爭鋒相對之後 我想韓國瑜市長 第一時間要傳打是說 軍中的軍法或是軍紀 應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他想傳打應該是這樣 要不然你再多的預算 如果一個軍隊沒有戰鬥力 沒有嚴明的軍紀 他其實他這個戰鬥力 他會鬆散 他會出包 就像當時的雄三飛彈 誤射一樣 那很慘 你誤射 然後一艘漁船 然後漁民船長的生命就沒有了 我還記得當時的蔡英文總統 你自己也講 沒有紀律就不叫做軍隊 對不對 既然你也覺得紀律這麼的重要 韓國瑜市長也只是想要傳達說 紀律的重要性 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性 你為什麼要發這麼大的脾氣 很奇怪 而且那個講話的口氣 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榮獲韓市長的解釋 有沒有有一點誤差的地方 而且這根脾氣是兩天後才發作的 是 然後難怪這個大家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想要刷存在感 還是要蹭韓流 這個真的是讓大家看傻眼 而且是一個總統 對一個市長秒回 韓市長講一句 然後他就馬上又再講一句 而且他非常堅持說 韓市長非得要收回這句話不可 但他講話那個口氣 就讓我覺得 武則天作天那時候的牽絲又回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蔡總統 還滿像武則天的 你給我收回來 就是那一種很命令式的 但是我們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每一個人對於他 對於事情的看法 我們不能尊重 不能包容 不能多元嗎 憑什麼一個總統 你叫一個市長說 你說這句話一定要收回來 麻煩蔡總你再講清楚一點 是哪一句話要收回來 通篇這麼多的話 請問是哪一句 你覺得論述有誤 你認為要更正 頂多也是要更正 要收回來是要收到哪裡去 難怪韓市長也怒了 就說是要收到哪裡去 所以我認為現在蔡總統 應該是有危機感 所以他現在要找政壇裡面 現在人氣最高的 當然就是韓國瑜 找一個人氣最高的來修理一下 你看 馬上去查查看網路聲量 我覺得應該又上來了 然後他就會食髓滋味 是這樣子嗎 所以他也學了賴清德 賴清德那時候一出來有沒有 初選的起手是就是說 我的對手就是韓國瑜 你看 馬上挑一個人氣比較高的 然後來對陣 然後他的聲量就上來 現在蔡英文想說不行 他本來是想要 把韓國瑜一直冷處理 要假裝他不存在這樣 但現在看到說 他的聲量還是沒有辦法 整個上來超過賴清德 所以他現在要下猛藥 所以策略變了 是 我認為他在下猛藥 你看他講話那個態度 就有點像他在對 中國大陸的態度 他現在對內 他也要變成辣台妹 就是對這個一個地方的首長 講話也很辣 你給我收回來 而且重複講已經第二遍了 我想如果韓市長再回一次 我們的蔡總統 總統府 應該還會繼續回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 整個這樣子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兩個聲量可以互相拉 達到了他要創造聲量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蔡總統 你是三軍統帥沒有錯 但是作為一國之軍 三軍統帥 其實你要比別人 有更高的高度跟包容力 今天任何一個人的發言 都有他可以發言的重點 你作為一國之軍 三軍統帥 你何必為了一個市長的發言 你真的要這樣子針鋒相對 而且何況他也不是犯了天大的錯誤 他也不是來罵你蔡總統 他只是在形容一個軍隊的 這個戰力的重要性而已 那就是他的比喻 韓市長風格向來如此 你為什麼要發那麼大的脾氣 就只是為了凸顯證明說 你的存在 叫大家把全國莫王 趕快看到我總統這邊來 我現在在生氣 大家看過來看過來 就是要達到這樣的效果而已 沒有意義 所以不管是辣台妹 還是武則天 所以韓市長要把話收回去嗎 當然不用收回去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他只是形容得不夠精準 比如說他講這個軍法的事情 你說平時的時候不適用 送到一般的法庭 戰時的時候 還是照樣有軍事法庭的存在 我就要問 戰時的時候 還有時間審理軍事法庭嗎 就是說等到送到軍事法庭去 還來得及嗎 平時的時候 用一般的法庭 來審判軍中的案件的時候 本來就不適宜的 你知道有多少的長官 因為這樣子的改制 在軍中是不敢管他的阿兵哥的 因為動不動動則得救 然後就被送到一般的法庭 本來這個 我想這個余大哥很清楚 本來我在裡面 這個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可是現在還敢不合理的要求嗎 恐怕一件都不敢 一旦有不合理的要求的時候 你就準備被你下面的阿兵哥 告到法院裡面去 所以這對中華民國的戰力來講 是不是損耗 是不是很讓人家擔心說 因為他說這個太監穿Armani 我覺得不是很恰當 不恰當的地方不在太監 在Armani 美國人賣給我們的東西 是Armani嗎 不要侮辱Armani好不好 這個美國人賣給我們的東西 難道是世界最新最先進的武器 是F35嗎 不是嗎 還是一些過時的F16改裝一下 看可不可以符合台灣的需要 所以當然 韓山長有比喻 我不是很同意的地方 但是我認為蔡英文這樣子小題大做 同時根本就去挑人家的語弊 而不是正是你在擔任一個總統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正正視國軍的戰力 比如說 就算人家給了你Armani以後 太監就不是太監了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要侮辱國軍弟兄同袍們 而是我要講的是 當今天有F35賣給你 有F16升級版賣給你的時候 我們的專業人力夠了嗎 在你蔡英文這個偉大的年改 美其名為這個年改 實際上是剝削軍公教的作為 剝削他們地言的薪水的時候 認為有多少國軍兄弟要為你賣命 更不要講他們面臨這樣子一個 一般人的這樣的司法制度 本來就讓他們意志消沉了 現在我認為很多國軍兄弟 私下的了解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我們就是領個薪水 你至於說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那就更不用講了 真的為台獨上戰場嗎 各位 當這個蔡英文的演習 常常是在演習說 他要怎麼樣安全的撤退的時候 然後要我們這些 根本沒有辦法決定的 這些軍中的同袍 最後為你付出生命的代價嗎 尤其是當你為了你自己的選舉 不斷的去刺激兩岸關係 不斷的讓兩岸關係 衝突升溫的時候 誰要為你去賣命 你是一個完全沒有 把2300萬人的性命 放在心裡的一個領導人 你叫這些國軍兄弟 心裡面要怎麼想呢 是全部為了你的辣台妹 我們所有的國軍 就是為了你的辣台妹來服務嗎 我認為他只是要轉移焦點 除了要蹭函 提高他的網路聲量以外 更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最近跟賴清德打得太難看了 能看嗎 有初選就會破壞團結 有民調也會破壞團結 我覺得蔡英文的這種說法 簡直是讓民主進不倒 我不知道四天議員 是不是聽得下去 至少我們聽到這種說法 真的是嘆為觀止 甘拜下風 所以你說他是武則天坐天 我覺得是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 因為你都覺得不要民調 也不要初選了 那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讓獨派的大佬們 也對他紛紛的開炮 抨擊 他要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拿什麼來轉移最好 就是批評韓國瑜 一方面蹭音量 一方面轉移焦點 我認為他不斷的 在韓國瑜的表述之間 去吹毛求疵的原因在這裡 民黨在野的時候 不是一直在猛批國防部嗎 有請看到了 當年發生了洪仲秋事件之後 蔡英文還參與萬人大遊行送洪仲秋 那麼當時民運黨是很K國防部 說是國防部遮羞部 好 那麼當總統之後 現在又在進一步消費國防部嗎 包括了像是在4月份的時候 共機穿越海峽中線 這時候蔡英文總統還衛冕 當天執行的飛行員 那麼在4月17號的時候 收到澎湖市場IDF天驅部隊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余將軍 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就是之前猛K國防部 那麼現在是猛消費國軍 消費國防部 其實蔡總統是一個 非常聰明的候選人 我不能說她是總統 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候選人 她找了兩個極端的人來做 第一個聲量最高 最會反擊的人叫韓國瑜 你打韓國瑜 韓國瑜一定 你給他12萬分活力 他30萬還給你 這是韓國瑜的特色 他絕不認輸 另外一種人叫沒有聲音的人 叫國軍 國軍絕對沒有聲音 你三軍統帥你講什麼 他都不肯說話 絕對不能說話 說話就是對三軍統帥不敬 所以他找了兩個極端的人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極為聰明 他是一個非常會操弄選舉的人 乘寒風而上 踩著袍澤的肩膀向上升官 這就是蔡英文現在做的事 可是這樣做對不對 非常錯誤 因為其實韓市長講了 第一個 他為什麼說用這個 穿了阿瑪尼的太監 其實他已經很客氣了 他如果說穿了龍袍還是太監 那就侮辱到三軍統帥了 他沒有這樣講 這句話應該是要這樣講 穿了龍袍的太監 他還是太監 所以其實韓市長 已經經過了修飾了 他把這個龍袍 修正成為阿瑪尼了 阿瑪尼公司應該很高興 跟龍袍同等級了 其實這個對國軍來講 是國軍心中永遠的痛 為什麼痛 軍閥在2012年 因為紅綜秋事件 你看到這個蔡英文總統上街頭 批評國防部讓整個軍檢單位消失了 軍事檢察署因而不見了 消失了 我是唯一的獲利者 我因為這樣升了少將 因為紅綜秋案出了事以後 我派到一個單位接了旅長 我升了少將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我接了這個旅長叫做 柏角旅長 我沒有軍法的力量來支持我了 一個國家 總統是誰有權利 為什麼 有憲法 有憲法在支持總統治理這個國家 一切治世的大法叫憲法 那在軍中 什麼叫軍法 針對軍人所制定的專門法 叫做軍法 這個軍法 各位猜猜看 他會比民法嚴還是鬆 他當然是嚴 嚴好多倍 所以從2012年 軍檢單位消失之後 這個軍法雖然還是存在 他這個軍法是不會廢除的 他是由老百姓 由民間的所謂的地檢署 來執行軍法的起訴跟審判的工作 那大家覺得可能沒問題 我舉例告訴大家有多大的問題 2012年將軍檢單位 猜測之後不見了 2013年出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在2013年5月份 有一個排長他不開心 他覺得不高興 他扁了連長一頓 他把連長打一頓 在軍中這暴刑犯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前線是要槍斃的 可是他判了多久 因為考量他的心理 因為是由民間的司法人員來做審判 所以他把人性 把相關的事情考慮進去了 這個排長是在極度的壓力之下 獲得了什麼樣的挫折 所以他才會打這個連長 而且事後相當具有悔意 各位你知道 只判了6個月 還可以緩刑 還可以緩刑 所以這個連長被白打了 這個連長被白打了一頓 2014年又出了一件什麼事 有一個安全士官 一個安全士官 他站到深夜 站哨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很重要 外面的朋友在慶生 他把槍跟子彈很有觀念 吸血逃亡要判死刑的 他把槍跟子彈擺在安全士官桌 他翻牆跑了 跑出去幫同學在外面拍拍手 慶生 慶完之後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一定被抓到了 因為兩個小時人不在 人家來交接 安全士官不見了 以前無故不就職義罪 七年以上的徒刑 判了多久 判了兩個半月 得以緩刑 以後大家都可以跑了 對不對 最近又發生一件事情 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也是非常離譜的 就是發生在軍事訓練役 四個月的服兵役的這些弟兄 到了軍中 聯長叫他起床點名了 不行 我沒睡飽 不起來 營長來點名 還是不起來 營長說那我就移送軍閥 他說我在外面又沒有被法辦過 你送好了 果然移送 到他四個月退伍離開了 還沒判 還沒有判 因為這非重罪 所以他要慢慢到程序去走 請問我們在軍中 第一線的領導幹部 當你手上沒有軍閥以後 你要如何來有效的領導士兵 這士兵不聽你就不聽你 而且前面大拉大的判例判下來了 扁連長才判半年 把東西擺了 無故不就職義罪 回來也是緩刑兩年 我請問 領導幹部的權威在哪裡 所以韓市長所說的 當你領導幹部不具權威的時候 你如何指揮部隊作戰 在作戰的時候是說這個山頭 這個碉堡要攻下來 你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這阿兵哥可以跟人家講 報料 對不起 這會死人的 我不去 那我送法辦好了 判六個月跟死人 那我判我六個月好了 換成我會這樣想 為什麼 人性 人性一定有怠惰性 可是當你沒有這個軍閥 作為指揮的支撐的時候 我們軍中的軍魂就沒有了 當沒有軍魂就像 我講韓市長講叫紙老虎 你買了再好的裝備給他 再操作的人 沒有憤食抵抗的決心 憤食抵抗一來是出自愛國心 二來是法律的耶穌 我講為什麼要有法律 當道德不能夠 凌駕你的意志力的時候 必須要有法律來支撐 這件事情的執行 軍中就是如此 一個軍法要告訴你 你如果不能夠服從上級的命令 我就法辦 嚴刑軍法 讓你不得不聽從 當然我對國軍的跑者 有90%以上 那絕對是愛國家愛百姓愛民主的 我不用軍法約束我 我一樣可以犧牲我的生命 為國家作戰 可是畢竟有那10% 那是必須要有法律約束 當你90%的人 看到這10%的人 不做也不會怎麼樣的時候 你會不會鬆動你的意志 整個軍隊要如何領導 所以我說其實韓市長 他講的是講到了 我們軍中領導幹部心中的痛 而蔡總統看到 韓市長講這一句話 認為可得到 現在做什麼事 都不比打韓國瑜有聲浪 因為他現在蘇給賴清德蘇很多 前幾天他講那個話 都已經失言了 他講什麼民調會分裂 就是支持我的人叫團結 不支持我就是不團結 所以你們一定要支持我 不能讓民進黨不團結 他講了之後發現 被人家反撲 反應不好 那只好一個辦法 打韓國瑜 趕快把他這兩天講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失言的找出來 一找 怪怪 得到了 他居然講穿太監的西裝 這還得了 這是在侮辱我們部隊中的弟兄 我們的軍人是太監 這還得了 趕快打 錯了 他不是在侮辱軍人 他是在幫軍人說 請三軍統帥 將我們領導軍官 領導士官 手上的那個軍法還給我 讓我可以依法來指揮部隊 蔡總統你要聽到 要聽懂 不要隨便亂聽 否則你的聲量會議降越低的 好 統一士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這一頓脾氣 隔了兩天之後才發作 顯然有些刻意 但他也沒辦法 因為現在民進黨內 攻鬥戲相當精彩 應得內戰 蔡英文總統一再強調他不確戰 同時他出來登高一呼 他說很多人主張 不然就用民主機制用民調 我跟你說 民調蔡英文是不會輸的 但是如果民調一下去 這個黨就分裂了 所以這個黨要團結 那麼在我們看到 其實蔡英文他會不會 又自己打臉自己 他忘記自己了嗎 2011年的時候 他自己也是初選 民調勝出出來的 好 那麼另外他又說到了 他的民調從來不會輸 跟賴清德比 可是我們從這幾個月看下來 二月份到現在 4月15號的幾份民調 其中不乏都是親律民調 你可以看到沒有 勝勝勝勝勝 全部都是賴清德 好 那賴清德講話 其實已經刻意在委婉了 他說脫黨競選才會分裂 那麼初選是民主的程序 初選並不可怕 他相信蔡英文總統 應該是有民主素養 而這個時候 民黨大佬前立委林佐水 也出來說 現在每個星期至少 有兩三個民調在做 那豈不是早就已經分裂的 708落了嗎 如果按照蔡英文的邏輯 好 所以請教世間議員 你應該支持民調初選吧 當然 所以這是當然 不過我是先講什麼 不然那個請問 你剛才讓玉民委員 然後唐玉言 余將軍 他們把蔡英文總統 數落一番以後 現在突然換另外一個議題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子 即便是寒神 我認為講話錯了就錯了 為什麼 第一點 蔡英文總統當然等你回台灣 回我們國內再來評論 不會說因為你在美國 發表的那個談話 當時他就評論 所以兩天後評論是正確的 第二點 蔡英文總統是 怎麼為了也沒賴謝都同步 蔡英文總統是三軍統帥 韓國瑜的這個比喻 把三軍統帥所俠管的 這個三軍的兵士官 比喻成太監 這還了得 你說不是說太監說一次而已 他說太監穿了西裝 還是太監 即便穿了阿瑪尼 你看連提太監 連提兩三次之多 我覺得身為三軍統帥 他當然要發表抗議譴責 這是一定的 議員 蔡英文他提到了 分裂這樣的字眼 你怎麼看到 因為辦民調就會分裂嗎 民進黨 對 我就說錯就錯 像講那一句話其實不好 我覺得那一句話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就算心裡有這個意思 其實這句話 由蔡總統講是不對的 我認為第二點 我認為其實旁邊的幕僚 就是看那個情勢氛圍 其實都是他們在旁邊 加油添注 因為我對曉雲總統 我跟他有共識過幾年 其實他那個滿Nice的 他的民主修養跟風範都不錯 我不相信是他自己講這個話 他是講出來了嗎 對 但是我就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講了錯了就是錯了 我覺得我覺得至少不該由他講 他應該說這句話是 不是 那一句話也有入民主 他不用兩天後 他今天就可以道歉 這個道歉什麼 這個是他個人的看法 你們要問過於道歉那個嗎 韓國瑜講的是那種太監 在講我們三軍的兵士官 這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有人在現場 韓國瑜市長講這個太監說 這個比喻我是在現場的 就是當天是史丹佛的胡佛學院 他辦了一場演講會 韓市長提出這樣一個說法 其實我先講 其實你也太替蔡英文講話了 我還記得蔡英文在我們 跟韓市長出訪到大陸裡面 他就在遠在太平洋島的時候 馬上就針對韓市長在 大陸的種種言行 馬上就提出隔海就已經抨擊了 所以實在沒有必要說這一次 韓市長還在美國的時候不講 那回來再講 這個你不用 事先兇不用幫他講這個話 第二點我覺得 其實剛剛我們的余將軍 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也就是韓市長當時 最精確的一個意思就在這裡 因為剛剛大陸知道 2012年因為洪中秋的案子 我們把這個整個的軍閥的 這個檢察署都給廢掉了 那剛剛舉了很好的例子 你在當兵 這個排長打連長 結果六個月還可以緩刑 請問一下這領導統一怎麼做 我們這男生都當過兵了 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國防部最重要的一句話 平時如戰時 這句話應該沒有人會否決吧 這不論藍綠 全國人民都該遵守 平時如戰時是什麼時候 如果你的敵人今天晚上就打來 那就叫戰時了 那難道你可以馬上 轉換你的門嗎 你從司法黨員馬上變軍閥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 民進黨從2016年執政到現在了 韓國瑜只不過 他提出了這個非常嚴重的 我們現在軍隊裡面的問題 如果要我解釋 我認為太監這兩個字 不是在講這些 我們所有的軍人 搞不好在講三軍統帥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三軍統帥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 台灣的軍隊能不能打 我們台灣現在的國防狀況怎麼樣 是你三軍統帥必須要承擔的責任 或許兩天後他發覺說 我被講成太監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難怪他氣呼呼的 所以說當天其實這個大使 他在問韓市長 他其實問的 原來的問題是這麼問的 他說中國大陸的軍備 每年的軍費是台灣的25倍 那台灣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本來愛江山 他在問韓市長兩岸 在軍備的軍費的這個問題 那韓市長他其實是一個 思想有點跳脫 他馬上想到說 花那麼多錢有用嗎 當你這個軍隊是不能打的 沒有軍紀的 像我們將軍講了這麼多的例子 我記得我們當時上成功嶺 連成功嶺這種娃娃兵 都沒有這麼優渥 都沒有這麼優渥 國人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的軍隊居然是一個 你站安全上站到一半 還可以去慶生 牽了生兩個鐘頭後回來 還沒什麼事情 我去回憶所以沒事 他有回憶 所以說我覺得 我問世間議員就好了 這樣的軍隊能打嗎 這些軍人都很優秀 我問你出在哪裡 出在我們的管理 出在我們的制度 制度跟管理審的問題 當然是三軍統帥的問題 所以我是這麼認為 我覺得蔡英文 他真的是在撩韓國語 他要撩韓國語 看他的民調能不能 再上來一點 對不對 他現在就很清楚 他現在是一個 要競選民進黨的 總統的候選人的一個狀態 他現在怕蘇貝清德 所以你覺得蔡英文 不是怕分裂 而是怕民調怕初選 那當然 如果真的民調 就是一個會撕裂的話 我請教一下 他剛從黨主席的位置下來 他幹嘛不要在黨主席 又認為說 你不要講2011年 他是靠初選出來的 他在2016年2017年 當時還是黨主席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要那個時候改調呢 他說我現在當黨主席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民調初選真的很不好 我們民進黨就改調吧 國民黨一起來學吧 沒有 他等到現在他落後賴清德了 他就說這樣子 第二點 如果你的民調你會分裂 那這樣以後我們國家舉行投票 那我們國民是不是分裂 我覺得這個邏輯完全狗屁不通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實在不要越描越黑了我覺得 邱偉 他剛才黃議員把這個 韓國瑜的所謂太監移轉到說 這不是講三軍兵士官 是講三軍統帥 我覺得這也不要拗成這樣 為什麼 2013年當時修改之後的總統 是馬英九 難道韓國瑜 你說馬英九當時三軍統帥 馬英九總統是太監嗎 可以這樣嗎 即便我那麼反對馬英九的人 我最批評他的人 可是我認為不要用太監 去羞辱任何一位 包括你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的人 那我認為這根本除了 太監的比喻就是不對 這個是在講我們現在的國家 在我們現在這麼自由 民主多元的國家 我們不要再用那種羞辱 污蔑性的字眼 去形容任何一位 尤其那個講法已經很明顯的 是在講說蔡英文政府 我們的官士兵 如果蔡英文覺得2016年 他認為說 軍事檢察署不該在馬英九時代 把它廢掉 你應該再把它廢物起來 剛才余將軍指的那幾個個案 我相信是極少數 因為你畢竟在人性 在軍隊發生一次就不得了 你還極少數 你的時間的時候我沒插你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2013年那時候社會氛圍 是認為即便部隊 軍隊 是作戰必要的 是防衛我們國家的必要 但是我們也應該人性化的管理 當時是這個社會氛圍 因為發生了洪童羞事件 現在如果發生了有一些事情 導致軍方在領導統一方面 會出一些問題 雖然那是很少數極為的個案 因為每一位大家去當兵 基本上對國家 對軍隊 對上級領導都有一種效忠 這樣子的使命感在 少數的個案我們可以提出來 是甚至要再把這個軍事審判法 再來修改都可以 但是不是用這種羞辱性的比喻 這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當政治領袖 政治領導人 你應該當社會的風範 錯了就是錯了 像我剛剛我也很勇敢的講話 難道不是事實嗎 我說曉英總統那個說 民調初選就會導致分裂 這樣子的話 我認為是不對 這個警察不道歉 沒有 我覺得 他講是在針對我們黨內的 因為這個字 他是在對 很不好講法 他在針對我們自己黨內的道歉 真的 這個不一樣 沒有 我講的 2013年我還在軍中 我還沒有退伍 所以我應該算太監 太監來講話 比較和氣 比較合理 有沒有被侮辱 我告訴各位 沒有 為什麼沒有 當年之所以我當了 少將主官之後 我手上沒有所謂的軍法裁優權 因為軍檢不在我手上 我的弟兄犯了錯 我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移送到新竹地檢署 由新的地檢署依據軍法來起訴 但是我很清楚 當接這個案子的人 他如果是一個 沒有當服過兵役的女孩子 我不是瞧不起女孩子 因為你在軍中有軍中的文化 你可以知道衛少士值有多嚴重 你可以知道盜賣軍火有多嚴重 可是當你沒有在這個文化裡面 生活過的時候 你可能會把它當成一般的切到罪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般的所謂的 隨時不小心離開 來做這個辦理 那會對整個軍法的精神失真 所以我說 為什麼今天韓國會說 穿了阿曼尼的太監 因為現在能夠把這個寶貝 還給軍人的只有總統 只有三軍統帥 當我們失去這個寶貝 無法駕馭領導部隊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寶貝在誰手上 在蔡英文手上 你可以提供修法 你可以提供恢復軍事檢查制度 但是你不敢 可是我講到 你說暫時來恢復軍事檢查制度 可不可能 我告訴各位不可能 那根本是吃人說夢話 做不到 因為這些人去哪裡了 這些人編到部隊去當法治官了 法治官是做什麼的 各位知道嗎 上軍法教育的 各位逃亡要判刑 各位偷竊要判刑 等到作戰的時候 你叫他過來當檢察官 當法官 天啊 那叫笑話 那會亂判 所以說現在整個國軍 整個軍事檢查 整個軍事法庭的這些人員 已經大部分流失 2012年當傳說要廢除 軍事檢查署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好在陸軍官校 當學職部指揮官 所有國防管理學院 法律系畢業的學生 多麼迷惑 他們發現他們畢業後 要不要去考軍法官的資格考試 因為考上來又如何 沒有前途了 所以我說今天韓國瑜 會用這麼嚴重的字眼 來告訴蔡英文說 請不要讓軍人變成 穿了阿媽尼的太監 穿了阿媽尼還是太監 就是告訴因為 你有這個權利 你有這個能力 當你在抗議國防部 當年你不是總統 抗議國防部的時候 現在你做了總統 請把寶貝 請把整個指揮權還給軍人 這是你能做到的 為什麼要用這麼嚴重的字眼 因為裝睡的人叫不醒 辦民調 民進黨會分裂 所以我也要說 就是你不要民調 你民主進不黨 還敢說是民主嗎 就叫喬市黨就好了 把他大家拿來喬一喬 最明顯的例子是2011年 他跟蘇貞昌兩個人民調 我記得那時候差距很小 好像一點多 好像只有1.6還一點幾 非常小 大家還是認了民調的結果 然後該選總統的選總統 該幫忙的幫忙 時隔這麼多年後 他還不是做他的行政院長 民調沒有造成分裂 民調造成團結 民調造成這個黨 會往一致的方向去走 那個勝的要代表 民進黨參加總統 輸的就當扛教者的角色 這有什麼錯 民進黨最驕傲的 就是說過去這30年來 就是勝者為王 然後敗者的幫忙 OK 這就是他一個傳統 每次都笑別人說 我們這是民主的傳統 可是蔡英文把這個民主的傳統 徹底的毀滅 坦白講如果這句話是出在 國民黨的黨主席 完蛋了 下台了 今天已經下台了 已經被大家公的體悟完 敷民進黨造三餐加消業 去攻擊國民黨黨主席 或是國民黨黨主席 國民黨自己也會攻擊黨主席 但是我們看到 我覺得很難過的是 民進黨內部 不管重要的黨公職如菅哥 還有他們的中常委 怎麼沒有人出來 公開批評這句話是講錯的 是毀滅民進黨的價值的 當然有這樣的總統 這樣的前任黨主席 講這個話的時候 代表民進黨是要走向一個 密室政治 走向一個喬式文化 所以為什麼賴清德今天 我覺得他回應也太膽小了 太弱了是不是 太弱了 賴清德以他過去的經驗 他不能這樣 他這樣講太弱了 他當親親君子 君子是要首份 但是該你講話的時候 不講就是失分 本來賴清德就要把這事情 嚴重的抨擊 因為你等於是否定整個制度 你都否定整個制度 我們大家來這邊 參加這個制度是白痴嗎 是陪著你好玩的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蔡英文去攻擊韓國瑜 我也覺得很妙 新聞三四天 突然冒出這件事情來 大家都忘記他在美國講這些事情 他顯然有電報傳回來 他看到如獲至寶 他拿出來講一講 沒有意思 你去打韓國瑜 只是幫你自己的聲望 知道你能夠把他拉伸 所以民進黨現在 兩個主要的候選人的策略 是打韓國瑜 然後把韓國瑜每一句話裡面 挑起來來做這個吹毛求疵 把他用放大的鏡 顯微鏡放去檢驗 我覺得韓國瑜講的意思就是 作戰靠心戰 心理準備好就有戰鬥力 大家都當過兵 你只有在沿的軍閥 但你的心裡的 這個是潰敗的 坦白講這軍隊就不成軍了 就打不進勝仗了 所以韓國瑜作為一個軍人 他當然了解 作戰最重要是心裡戰 心裡要把鞏固起來 那個軍隊知道為何而戰 為中華民國而戰 才有戰鬥力 我覺得韓國瑜是講這個意思 沒有戰鬥力軍隊 你有再盡量的武器也沒用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不要去為了自己的聲量 去繳韓國瑜 坦白講你占不到便宜 先為民調的事情道歉 你的聲望才會提高 對 民調的事情 這個蔡英文到底在害怕什麼 因為他說 比民調他也不會輸 惠玲 對 他既然比民調不會輸 那你怕什麼 就不用怕民調 我們就光明正大的比民調 反正你比民調是贏定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做民調 做民調就像2011年一樣 你蔡英文就正大光明的勝出了 不過我還是要講 剛剛世界議員當然 他很辛苦你知道嗎 因為你先問他這個初選 這個蔡英文的說 不要初選 不要民調 你看他很痛苦的 先把韓國瑜拿出來數落一頓 然後才能鋪陳說 他講蔡英文不對對不對 不能一開始就講蔡英文不對 這樣他在民進黨裡面 是沒有辦法交代 但是我要講 這個我還是覺得 就是說民進黨很在意的一點 就是永遠是抓小放大 什麼意思 我看你有沒有語病 我看你這講話裡面 有沒有什麼漏洞 可以讓我攻擊 可是人家真正要提醒的是什麼 我覺得民進黨毫不在意 民進黨毫不在意 所以中華民國的國軍 到底有沒有戰力這件事情 他是不在意的 他只知道拿這件事情 趕快來打 你侮辱國軍 說這個國軍是太監什麼 我比較同意 這個余將軍的講法 就是說他根本不是要 侮辱任何一個人 他只是告訴你現在的制度 國軍其實是被綁手綁腳的 你們要不要正視這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那個時候 沒有廢軍法 但是廢了軍檢署 讓所有的軍事審判 移到一般法庭去審判 你覺得這件事要不要檢討 完全對這件事情避而不談 通通不談 所以你如果說現在沒有足夠的國軍 甚至爭不到足夠的軍官的時候 民進黨真的有為中華民國的戰力著想嗎 我犯一個大不會來講好了 當軍援不足的時候 民進黨不是一再的講嗎 軍援不足 軍援不足 現在假裝說好像軍援很足 事實上足不足 我想全台灣的老百姓都知道 那你一方面在兩岸之間不斷的挑釁 一方面你做事軍援不足 甚至沒有這個軍檢審的這個事情 不斷的在殘害國軍的這個戰力的時候 你到底是什麼居心呢 你是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到時候如果真的打仗 我們跑得比誰都快 對不對 到時候蘇貞昌的掃把 是不是會變成一個飛天掃走 然後大家騎了就飛走 我覺得一般老百姓 一定是非常懷疑這件事情 你口口聲聲說你要捍衛台灣 你是最有捍衛台灣決心的人 可是從台灣的這些制度上 國軍面臨的這些問題上 我們沒有看到所謂的三軍統帥 站出來幫我們的國軍弟兄解決一下 沒有 你只是不斷的會呈口舌之力 你今天是要來當名嘴是不是 你就不要再當什麼三軍統帥 你就坐在這邊 我們每天就找一些 政治人物失言的部分 我們大家一起來檢視 是這樣子的嗎 總統是這樣子當的嗎 所以口口聲聲講說什麼愛台灣 你其實忽略掉台灣 實在很多很多該解決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你的任內都解決不了 所以你這麼害怕民調 這麼害怕初選 不過剛剛說到韓國瑜 我發現其實他最近的發言言論 完全都是總統級規格 所以現在大家在問你 韓國瑜到底要不要選 關於國民黨內總統大選的初選 現在真的是百轉千回 最新最新的版本 蘇花委員他就說 韓國瑜雖然一再強調 2020不在他的考量之內 但是他覺得他心裡面 已經做好了承擔一切的準備 那麼現在黨中央有想出 是不是要提出2020總統提名的 特別辦法 那麼就可以解決掉現在的 韓國瑜還有郭台銘的問題 那麼當然對郭董這邊來說 他說在初選過程當中 他非常樂見 無敦意 廣邀賢財 最後他會證明他是最適合的人選 另外王金平 他說已經和郭董兩個人見過面了 我們看到媽祖託夢的章節已經結束了 現在進入到關公來了 他說兩個人像兄弟一樣 也在官聖定君面前說好了 要遵守精神是什麼 仁義理智信 那麼另外一位表害參選的朱立倫 他說國民黨最近的初選 從愛情片演到武俠片 現在變成科幻片 也有可能再演下去 連觀眾都不見 所以這個 我覺得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包括不只許淑華 還有陳怡明委員 就是說這些被視為韓家軍的 這些開始都在放話 就是有一點公開表態了 所以可不可以解讀說 韓國瑜要參選的機率越來越高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昨天講的這一番話 其實大家還是沒有解讀出來 他沒有說出他一定不要 但是他有把高雄市民擺在最前面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他昨天講的這一番話 其實大家還是沒有解讀出來 他沒有說出他一定不要 但是他有把高雄市民 擺在最前面 所以不能說他沒有要參與 2020這一局 如果再加上許淑華委員 這樣的解讀 大家知道許淑華是韓家軍嗎 應該很理解韓市長他的心情 所以應該是說韓市長 他現在可能有備戰的準備 但是你如果嘴巴要 他講出來說我要參戰 應該是沒有那個可能性 現在應該是說 那就看吳敦義主席 他應該要儘快跟這幾位 通通都應該要見面了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約見面這麼困難 到目前為止 要問你們 為什麼這麼困難 我也不曉得該問誰 因為昨天大家問到韓國瑜市長 他說還沒有安排這樣子 我就想說電話不是大家都有嗎 打用電話怎麼會變得 這麼的遙遠跟困難 到底是卡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因為外界都高度睫目 因為當我們看到民進黨 蔡英文跟賴清德不成氣候之後 大家民眾的希望是覺得 國民黨這邊應該要2020 就是要翻轉台灣的政治 由國民黨的強棒我們出來 然後終結民進黨的亂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國民黨表現要積極一點 要示範一個典範 當我們剛剛在批評蔡英文 就是要亂改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更要穩住正腳 我們要定義一個公平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初選機制 把所有的人通通都納進來 然後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找出最強棒 所以我覺得黨中央的腳步 不要太慢 因為韓國瑜市長 也都回到台灣來 之前一直拖是說 等韓國瑜市長回到台灣 他都回到台灣也兩天 我認為應該要密集會面 要給外界看到密集的見面 會面 黨中央真的跟每一位深談過之後 他才知道說 他心目中想的這一套的辦法 跟各位談完之後 然後這一套辦法 有沒有需要再做調整跟修正的地方 因為會有人同意 會有人不同意 或是有的人會有他的障礙跟困難 通通理解完之後 再修正一個 怎麼樣把大家通通納入 然後一個公平的 然後就是可以找出最強的 候選人的辦法 我覺得這個是黨中央的職責 因為全部的人都在看 包括這幾天我們看到 韓粉這麼的交集 交流 對 非常不同 他們最焦慮的就是說 韓國瑜被排除在外 完全沒有參賽資格了 這個他們真的是會 大家之前已經一鼓作氣 覺得說就是要徵兆 然後現在如果變成是 連參賽資格都沒有 他們會大失所望 所以我覺得 黨中央在處理這件事情 我希望可以看到我們的效率跟明快 那真的是趕快找大家來談 把這件事情 初步的方案可以定一個調 好 那麼對韓國瑜來講 他現在備戰之外 他是不是也被動 一切都要這個黨中央主動 譬如說徵招是初選 還是他不要 就是要直接徵招 韓國瑜他口口聲聲一直強調說 他要顧及高雄市民的感受 而且他要對高雄市民作為一個負責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講 我覺得不如高雄市民 也可以自己好想一想 如果說今天你認為說 韓國瑜市長在這一段時間 在高雄的所作所為 你是可以接受的 你肯定的 你認為他對高雄帶來是正向的 但是可能在某些方面 如果韓國瑜市長只是一個高雄市長 他並沒有辦法去克服很多 他未來四年想做的事情 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國際機場 他提出了一個置金區等等 那是不是讓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話 他的權力所及 他的power 其實是可以把高雄 帶到更好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高雄市民 他去思考的問題 因為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沒有任何人卡韓 我覺得韓國瑜自己的心 要解放開來 就是他一直念之在之事 高雄是投給他這七八十萬的選民 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我相信如果一旦他明年2020選上總統 他也是一個負責任的總統 而且也會特別把高雄列為 他非常重要市政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希望高雄市民 重新在思考這個問題 不是說我們再鼓勵韓國瑜去選 而是這個是不是現在 考得最緊的一個官考是在這裡 韓國瑜如果當總統 他也是高雄人的總統 所以請教司剛 國中黨現在到底有沒有 如許淑華所說的 2020總統提名的特別辦法 我覺得有些中常委在提案 打算說下週或下週之後 提出案子 就是能夠把所有 可能人也通通納進來 其實我覺得黨中在處理事情上面 我覺得邏輯要一致 之前沒有郭台銘的時候 你說要把韓國瑜用徵召的方式 因為他的民調比較高 都高於其他兩個人 把他納入民調機制來 好 今天有郭台銘出來參選 我覺得一樣的邏輯 就是把所有的人 通通納入這個機制裡面來 然後民調高的 就代表國民黨參選 我覺得他的邏輯 應該就是這樣這麼單純 不要搞得太複雜 就算今天有其他人進來 你這個民調還是要持續的進行 而且大家忘了 其實國民黨的登記完之後 任何的公職選舉 登記完有所謂的協調期 所謂協調期就是說 大家可以談一談說 我們要什麼方式 是要這個七三餅還是全民調 還是說在協調方式之後 有時候黨部有時候也會民調 就告訴說誰贏誰輸 你要不要就先 大家先看這個結果 然後輸的人要下次再來保留實力 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存在 為什麼不趕快啟動這個空間來 這個時間 雖然說民進黨延後到5月22 但我覺得國民黨 也不要拖到6月 也到6月中要決定 因為距離明年投票 也只剩半年時間 而且別忘了還有立委選舉 立委現在要苦尋哪一隻母雞 到底母雞是誰 不知道哪一隻 現在有很多太陽 然後母雞大大聲小都很多 也不知道找哪一隻母雞 投到他底下來孵蛋 所以我覺得 這個黨中央的責任很重大 而且邏輯要有一次 不要緊 因為有一個人參加進來之後 我就說要變成其他的方式 還是要把所有人通通納進來 我覺得就最高的 來代表國民黨參選 但後面有什麼理由 什麼原因 我覺得全黨找辦法 大家一起幫他來解泡 不能丟給其中某一個人 不能丟給韓國 也不能丟給朱立人或其他人 要全黨找辦法